這場議程主要的內容會是介紹一個3D美術的工具叫Blender 它的內容並不是教你怎麼去反抗PM之類的 主要內容會圍繞在3D artist上 那Blender它作為一個3D的Render Engine 它的概念其實跟你拿一個照相機 在現實界中拍攝一些風景差不多的意思 像這個4Blender的初始界面 它大概就是你的場景中有一個立方體 然後你有一個 好 沒關係 反正你有一個camera在拍它 所以那個camera在拍這個立方體的時候 會呈現這個畫面出來在你的螢幕上 用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場景來考慮 這個場景中可能有一個拍攝出這個畫面的camera 然後還有一些多面體 像這些接體還有柱子還有landscape地形 可能還有一些光源 像這邊有一個補光的 然後這邊也有影子 所以這邊也有一個skylight 那Render Engine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會依照這些物件它各自的特性 比如說一個多面體 它可能就會呈現出一個多邊形的形狀 對 然後 那我繼續講 好 然後一個光源呢 它可能就會照亮它附近的所有東西 讓你能看得到它 那camera的責任當然就是去算出你的畫面 那它各自可能就會有一些特別的設定 像是camera可能有一些後出力的效果 比如說motion blur 動態模糊 只是這邊我沒有做motion blur 出來 那Render Engine就是去負責統整 各個object它各自的特性 然後算出這個畫面 那它可能是一個靜態的頁面 或是一個動畫影片 或是一個連續的遊戲串流之類 那我們用python在跟blender之間開發它的插件的時候 它主要的互動方式就是這樣子 blender這個引擎 它本身會提供一些基本的base class 像是你的ui menu 或是你操作過程的operator 還有跟使用者操作相關的context 它提供這些base class之後 我們hyzen script要去繼承它 然後去進行一些擴展的meta的撰寫 比如說去overwrite它其中某一些方法 然後把它交回去給blender blender會把它載入之後 進行一些物件的實體化 python其實在blender中可以做到事情有很多 不過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就專注在怎麼改善工作流程上面 好 現在來進行一些live demo吧 好 這是目前我開出來的blender軟體的頁面 然後是一個基本的layout 中間這一部分就是你的飾服 它就是你目前場景的camera拍到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python logo 現在來示範一下怎麼在blender中 去install外部的python plug-ins 這樣子聲音聽得到嗎 因為我必須兩隻手操作 我們的做法呢 是在edit裡面 找到preference 好 然後在add on這個tab上面 選擇install install就會彈出你外部檔案的finder 那這邊我提供的主要是兩個python的plugin 對 其中一個是別人寫的 另外一個這個colorful是我寫的 那我先示範一下這個isocam 選擇它 然後install add on 那install進來之後 這邊會顯示你剛載入的那個插件 就是plugins 不過在載入之後 它並沒有馬上啟用 你要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 會看到它這個plugins的詳細資訊 好 確定沒問題之後 你要在這邊選擇safe preference 好 這就是一個在blender引擎中 去import外部python plug-in的過程 現在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plugin裡面到底是寫了什麼東西 blender的plugin它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python file 然後最一開始的時候你會有blinfo blinfo主要是在描述這個plugin 它主要內部的一些metadata 比如說這個plugin的名稱 還有它的描述內容 還有這個作者是誰 那這個寫的不是我 只是我覺得它寫的蠻方便的 我就拿來demo一下 接下來在每一個剛剛有提到 blender有提供一些base class給我們 那我們要去做插件的話 必須去計成它的base class 像是如果這個插件 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創造一些camera 但是這些camera我們如果手動創造的話 可能要去調整很多參數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那些調整參數的過程 全部都程式化讓它自動完成 那對於這個創建camera的這個行為 它是一個operations 所以我們要使用operator的base class 來做擴展 那每個operator它其中有一個關鍵的方法 叫execute 那execute的話就是 如果當這個operator被執行的時候 它該執行什麼操作 這execute裡面在創建camera過程 我們主要會給它一些 像是它的三圍座標的位置 還有它旋轉的角度 還有它的相機類型 像這個是正交視角的camera 還有它的視野的大小之類的 那我們提供三種不同的camera可以選擇 所以這三個class其實都差不多 只是其中的這些位置 還有旋轉角度 還有視野範圍大小的參數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全部都把它包成一個operator class 讓它可以被blender視為一種操作的行為 接著是我們寫好一些operation 但我們不可能在blender裡面透過 combined line的方式去打指令觸發它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些GUI 那這些GUI在blender中 也是會被視為一種class 那我們需要繼承的base class 是它的 bpy.types.menu 這個base class 那menu這一種base class 它的關鍵方法就是這個draw 做這個方法你需要去overwrite它 那它裡面會定義了 這個GUI該怎麼被畫出來 這個GUI畫出來的過程中一定會有一些選項嘛 因為你的GUI就是一個選單 它可能下拉式的之類的 那我們這邊會需要註冊剛剛自己 註冊剛剛定義好的那些operations 這個字串是剛剛我們上面這邊 所寫到的bl id name 這個attribute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blender裡面它會利用這個attribute name 去找到每一個你定義的class 所以這個東西是需要被拿來當作一個關鍵參數傳遞的 好 所以這邊我們的menu註冊了我們剛剛設計的一些自動化 創建camera的operations 那這些class就是包含我們的menu 還有剛剛創建的那些operations 其實它都需要被register到blender裡面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方法 它是一個module level的method 它的名詞是register 這個method呢會在你import python script的時候 blender會自動執行這個method 所以你必須在這個method裡面 把你剛剛定義好的那些menu 還有operations的class都註冊進來 註冊的關鍵就是這個registerclass這個function 那你的plugin有install 你也會有uninstall的時候吧 就是你必須同時提供一個它 它下載進來或是說它載入進來 跟你要移除它時候blender引擎會做的操作 所以你也會需要一個unregister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會在blender移除你的python plugin的時候被執行 那裡面的關鍵函數就是這個unregisterclass 好那這就是這個套件裡面 所定義的一些自動化創建camera的功能 現在來實際試用一下 可以看到剛這個create isocam的這個plugin已經被載入進來了 然後它裡面的GUI的選單就是我們剛剛設定的那一些 我們定義的那些operations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創建一個true isocam 創建出來之後 可以發現這裡已經有一個新的isocamera相機被創建了 然後裡面的attribute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設定的這些 這些數值 這些數值 包含它的location 還有它的旋轉角度 還有它的視野大小等等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快速的把一些設定物件attribute的 繁瑣工作給自動化 好接下來是第二個套件的demo 一樣從edit這邊preference 然後找到install 然後把甚至這個colorful給install進來 那一樣剛install的時候其實它還沒有做成功的載入 你要把它打勾 然後savepreference 好那第二個demo的套件主要是在做一些快速的色彩切換 因為有時候我們需要很多種不同的配色的燈光 或是配色的材質去快速的切換 看哪一種顏色的配置才是我們喜歡的 才能創造出我們想要的感覺的效果 但這時候如果一直手動去測試的話 就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透過剛剛的方式 程式自動化的去設定一些參數 像我這次設定的就是每個材質 它的rgb還有最後的alpha就是透明度 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提供不同的配色模板 那這次我用的比較特別的是 我有提供那個hardkey就是熱鍵 在blender裡面其實它有蠻多hardkey 可以幫助你快速的完成你想要的事 那我這次註冊的是一個l的hardkey 然後我一樣有給menu 這次的menu我用的是pymenu 那pymenu就是會在你的滑鼠位置的周圍 彈出一圈不同的選單 那你可以透過你滑鼠的位置 決定你要執行哪一種操作 那程式的部分都跟剛剛那個套件架構差不多 我們一樣會需要一個register 來把我們說定義的class給載入blender 然後一樣會需要一個unregister 在你移除套件的時候 幫你的class全部都給清除掉 好現在就來demo一下那個效果吧 我們可以延續用剛剛的那個isocam 當作我們的主要視角的camera 然後我們把先來試試看 按L鍵 等一下 可以看到在我滑鼠的周圍已經彈出了三個不同的配色選項 這樣可以看得到 還是我拉大一點 這樣 可以看到有一般配色就是藍色跟黃色的python logo 然後還有cyberpunk的 cyberpunk是紫色跟綠色的 我覺得這很有cyberpunk的感覺 對 然後可能當你遇到run time error或是syntax error的時候 會有一個error的感覺 對 好這時候我們可以再啟動動畫 那我選了那個套件 因為它是real time的去抽換它的顏色 所以其實可以在動畫過程中也去抽換它的顏色 比如說我們要切回common 然後再切回cyberpunk 對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快速的切換不同材質的配置 因為如果你手動設置的話 你可能就要在旁邊這邊的材質接電 然後去調一堆顏色 那其實很麻煩 你沒辦法去快速的抽換 看哪一個顏色才是你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改善我們的工作流程 讓我們可以快速的在不同的配色之間做切換 然後去找到一個我們最喜歡的顏色 那就讓它留在error的狀態好 好 接下來再來宣傳一下blender台灣的user group 如果你對於blender engine這個開源軟體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這個discord的qr code 對 接下來是我常用的一些社群網站 這個是artstation 它上面有蠻多不同的藝術家 包含concept artists或是場景藝術家 還有很多遊戲公司或電影公司的一些創作者 會在上面發布一些他們自己的作品 或是透過訊息交流 這個品牌讓我就是學到蠻多東西了 然後平常也很喜歡在無聊的時候上去顯光 最近artstation也出了他們自己的雜誌 他們雜誌包含了一些專業的藝術技能 還有你的職涯career 還有一些靈感分享就是inspiration 還有最近的產業新聞 就是一些電腦動畫產業之類的最新消息 對 這個雜誌更新頻率蠻高的 如果你對於這個產業有興趣的話 可以關注這個雜誌 好 那這是我這次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 謝謝